这个第一帮的配色上面是没有任何约基奇的个人PE啊 所以就是一个普通的市售的一个小丑的配色 我觉得这两个配色就像是说 希斯莱杰才是小丑扮演者的天花板啊 这个第一帮版本啊 很明显就像是这个正版旧客配色的一个崇拜者和粉丝一样 然后今天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两个配色都到了 这个我算是全王首发了吧 然后第一帮它的颜色 其实你看到跟这个高帮的约基奇的PE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 我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个配色 整个这个黄呢就有点偏这个柠檬黄 而这个绿呢是真正那种西瓜绿啊 我觉得这个是更偏向那个小丑的一个配色 然后两双鞋的其实中底配置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鞋楦也是一样的 差距就是第一帮它是用的这种袜套式的设计 然后高帮是用的鞋舌式的设计 你们如果需要脚踝保护的内线的话呢 高帮就OK了 如果是偏风味一点的话 那么你就选第一帮就可以了 然后两个鞋底呢 依旧都是一模一样的造型啊 这次中底它是有碳板 然后有一些那种分区式的一个结构设计啊 从这个水晶体会看得更明显啊 这种分区式的一个TPU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后续在实战测评里面再给大家讲一讲啊 甚至在找果哥要个拆解件 到时候给大家看一看 重量方面这个高帮是406克的样子啊 两双鞋都是43码呢 这个是395克的样子 就并没有比高帮亲上多少 我简单体验了一下 整个前掌的重心还是算比较低 然后缓震极限也够用 大的毛病呢 图体也没有找到啊 后面如果实战高强度对抗一下 再给大家说一说高帮的一个不同体验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帮的包裹性啊 这个挖套设计会怎么样啊 到时候再给大家再说吧 谢谢大家